。 早安, 明星的徐星姨 。 今天我们来到耶利米书的十一章, 分段可以是17节一段, 18到最后23节一段, 两段的圣经,今天这一章的圣经主要的内容是讲什么呢? 我给它一个总结就是, 其实以色列人对应今天也是一样 我们要提防 提防什么呢 就是提防一个错误的信心 或者一个错误的神学 在这个时候的犹大百姓 他们听了很多假先知 甚至是祭司 利美人的教导 这个教导是什么呢 是一个偏差的信仰 在这个偏差的信仰里面 认为神是慈爱的 怜悯的 神是守约师慈爱的 我们是属神的子民 这个是耶路撒冷 是神的圣殿 所以不会毁灭的 是没有问题的 怎么会有秘鲁呢 怎么会有亡国呢 如果以色列都亡国了 在地上耶路华 还有哪里有他的国民呢 他的名字还有哪个人可以认识呢 他去哪里显出他的荣耀呢 他怎么证明自己是至高又活的真神呢 其实这个都是一个骄傲来的 等于神的选民和神说 你没有了我哪里搞得如何呢 在这个这样的神学之下 等于就是他们为什么不相信 耶利米先知所说的 为什么耶利米劝来劝去都劝不听 为什么好像一心要尋死作死那样 其实就是因为这些偏差的教导 这些偏差的神学 偏差的信心所导致的 我们今天都要提防 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有没有这种偏差呢 我们一会儿可以再思想多一点 我们今天从这个角度来看 从这个角度也去反省 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究竟我们有没有不知不觉偏差了呢 我们有没有不知不觉 忘记了神 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呢 这个是值得我们去反省 值得我们去思想的一个课题 好 我们先看今天这一章 圣经第一大段一到十七节 耶和华的华临到耶利米说 当天这约的华 高素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对他们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不听从这约之华的人必受奏助 这约是我将你们列祖 从埃及地领出来脱离铁路的哪日 所吩咐他们的 说你们要听从我的话 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行 这样你们受作我的子民 我也作你们的事 我很坚定向你们列祖所起的事 给他们留奶与蜜之地 正如今日一样 我就回答说 耶和华对我说 你要在犹大城一中和耶路撒冷街市上 宣告者一切话 你们当听从遵守 遵行这约的话 因为我将你们从埃及地 领出来的哪日 直到今日 都是从早起来 痴痴告戒他们说 你们当听从我的话 他们却不听从 不质以宜听 竟随从自己 还紧的恶心去行 所以我使这约中 一切就座的 话临到他们身上 这约是我吩咐他们行的 他们却不去行 耶和华对我说 犹大人和耶路撒冷居民中 有同谋背叛的事 他们转去效法他们的先祖 不肯听我的话 犯罪作业 又随从别臣侍奉他 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背了我 与他们列祖所纳的药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 我必使灾祸临到他们 是他们不能逃脱的 他们必向我哀求 我却不停 那时犹大城一的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要去哀求他们烧香所供奉的神 只是遭难的时候 这些神毫不拯救他们 犹大亚 你的神的数目 与你成的数目相等 你为那可似的巴力 所捉烧香的坛 也与耶路撒冷 街道的数目相等 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 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 因为他们遭难向我哀求的时候 我必不应允 我所亲爱的 既行许多淫乱声欲也来了你 你在我殿中做什么呢 你作恶就喜乐 从前耶和华给你起名 叫青橄榄树 又华美又结好果子 如今他用控阳之声 点火在其上 知子也被截断 原来栽培你的万君之 耶和华已经说 要降祸攻击你 是因以色列加和犹大家行恶 向巴力烧香惹我发怒 是自作自受 耶和华的华 临到耶利米 耶和华的华 临到耶利米的时候 今次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当听者 若的华 在这一章的圣经里面 在第一大段里面 若这个字就出现了七次 所以神再次提醒神的百姓 这个药那个的重要 以色列人最大的问题就是 忘记了这个药 他们有偏差的教导 他们有偏差的神学 因为神是不会出手摧毁耶路撒冷 因为神的殿在这里 他们是属神的子民 但是他们却是一个背药的子民 那又怎么计算呢 就是说 如果我跟你关系正常的话 那当然是 如果我们当是 一个生意的运作 各样东西都正常 大家按照合约精神向前走的时候 当然什么问题都没有 但是如果有一天 你破坏了这个合约的精神 你所做的事情违反了合约 你可不可以跟对方说 我们多年的合作 是不是一直都这么顺畅 你现在没理由告我的 这样的话太不上路了 这样的话人情在哪里 我们的交情在哪里 但是这个是不是道理呢 其实这个是歪理来的 因为对方都可以告诉你 我们之所以之前有美好的关系 是因为我们彼此之间 有一个这样的合约 但是今天你已经单方面 毁去了这个合约 我们就不是讲交情的时候 大家按合约来做 这个就是第一大段 一到十一节所提出的 就是一个这样的问题 神就告诉以色列人听 我们之间是有一个约的 所以你们当听这个约的说话 这个约的说话是什么呢 这个约在这个约里面 神就吩咐先知要告诉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告诉他们听 耶路撒冷的神如此说 不听从这约之人必受咒作 不听从这约之文必受咒作 即是说 其实神和以色列人之间有一个约 在这个约的精神之下 你违反了这个约的时候 你就要承担 违反这个约所带来的后果 所以你不要再和自己说 不要再听信那些偏差的教导 这些偏差的教导就是说 你无论怎样坏也好 神都不会离弃你的 神都不会毁灭耶路撒冷的 但是这个的说法 根本就不能够成立 原因是因为背后有一个约在这里 如果你毁坏了这个约 你不遵守这个约的时候 必受咒作是正常的 对不对 就是刚才所说的例子一样 既然我们在生意上有一个合约 你不按照合约做 你就要做好承担这个毁约的后果 是不是 因为这个就是合约本身来的 不是你毁坏合约的时候 你不遵守合约的时候 你已经预计了是这样的吗 这个就是神所提出的问题 难道你不知道的吗 你知道的 那你做这件事的时候 你预计了后果的 但是问题就是 没有人叫你毁约的 你好地地地进行这个约 就可以了 但是以色列人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是他们毁约 但是就把责任 丢给神的一方 这个就是 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怎么形容这帮以色列人呢 其实我很想客气一点 但是我又想不到 如何客气去形容这件事 因为这件事的确 最贴合的形容就是 无赖 就是我毁了弱 但是我不去承担我那份的责任 我不去看我做错了什么 我反而是怪责对方 你怎么可以这样的 你怎么可以 不顾我们之间的恩情 原来这个恩情 只能够是单方面 总之你一定要对我好 你对我有叮咤不好 或者不是我心中所预期的 就是你的错 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仰呢 某程度上 可能我们也有的 喂 你是我的小组长 小组长 什么叫小组长 就是你要爱我 就是你要帮我 那什么叫爱我 什么叫帮我呢 那个定义由谁定呢 其实很多时候是由我定的 我记得以前在 看到张牧师 未被圣灵更生之前的服侍 我觉得他都真的挺辛苦的 多功能传导人 还要是独脚牧师 所有的事情都自己一个人做 又没有同工 又没有团队 那他怎么多功能呢 又是牧师 又是补习老师 又是接送放学 又是教车师傅 总之什么都是他 但是问题就是 人会不断要求的 有一天 可能有一个肢体 跟牧师说 我今天需要接个儿子 但是我没有空了 你帮我去接吧 那如果牧师跟他说 哎呀 我今天都满了 我今天都没有空了 可以被人骂的 有没有搞错 你怎么会不有空的 这些说话我真的听过 你是牧师来的嘛 你是小组长来的嘛 你应该要对我 怎样 我们心里面有这样的想法 其实以色列人对着神 都是这样 你是神来的嘛 这里是你的圣殿 这里是耶路撒冷 我住在耶路撒冷 圣殿在我们当中 我有向你献祭的 你就应该 怎样 怎样 我祭都献上了 今天我们会不会 不知不觉都有这样的心态呢 我有回教会的 我有给你奉献的 那你就应该怎样 其实我们有很多 自己预想的这些 其实这些预想的东西 就是以色列人最大的问题 以色列人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们对神 有很多的预设 有很多的预想 他们认为神 一定要跟着他们的预设 预想来走 否则的话 这个神就有问题 但是神跟他们说的是什么呢 不如我们看看 我们之间的那个 的药是怎样说的 然后我们去厘清 究竟责任在你 还是在我 究竟是谁 毁弱 毁弱的方 当然就要承担 所有的后果 那究竟毁弱的方 是谁 那个药又是怎样的呢 所以神就看出 神就叫先知 告诉他们 你去回想 回想 这个药是怎样的 这个药 其实说明 不守这个药 不听从这个药的人 必受就作 这个药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药就是神 神将以色列人的列祖 从埃及地领出来 脱离这个铁路的日子 所吩咐他们的 即是这个药是他们得拯救 他们尝到神的爱 那种滋味 他们得拯救之后 来到去甘心和神一起 来到去纳的药 神不是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次序 又很重要的 神不是说 我先和你纳了药 然后我出手救你 不是 神是伯伯地把恩典 先给了以色列人 出手救了以色列人 然后问他们 你是不是心甘情愿 和我进入一个 这个西奶之药的里面 这个像不像我们今天 我们得救了 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 然后我们甘心乐意地 和神进入一个新的关系 其实药就是关系 然后在这个关系上 我们持守这个药的内容 本来那幅图画 就是这么美好的 神先施恩 然后将真理带下来 先恩典后真理 然后和这个 已经蒙恩的以色列人 进入一个药的更深的关系里面 其实 以色列人只要持守这个药的时候 那个祝福是不断的涌流 不断的倾倒 这个是最美好的 人和神之间应有的关系的图画 可惜的是什么呢 这个药虽然在这个情况之下 设立 而且这个药 是当时神吩咐他们 神说得很清楚的 你们要听从我的话 照我一切的吩咐去行的时候 你们就作我的子民 我亦都作你们的神 我就坚定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 给他们流乃与物之地 正如今天一样 什么意思呢 所以这番说话 这番说话的意思就是 神说你看看我们之间的药 我那边的部分 我做足了 当日说得很清楚的 你们愿意听从我的说话 和吩咐的时候 你们就作我的子民 我就作你的神 然后我就将流乃与物之地 赐给你们 但是重点就是 正如今天一样 就是说神说 我那方我已经做了 流乃与物之地 我已经赐给你们了 我的确是以自己为你们的神 以你们为我的百姓 否则怎么会有耶路撒冷呢 否则怎么会有圣殿呢 圣殿和耶路撒冷都已经出现了 甚至在这个旷野的时候 汇幕都出现了 神将这些东西 启示给摩西 约柜出现了 神就与他们同住 神作他们的神 日间云柱 夜间火柱 总不离开以色列 直到他们进入 广阔流乃与物之地 神的同在 仍然在他们当中 他们经历了多少神的恩典 多少的神迹 甚至当初要进入 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 打仗的时候 耶利哥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成场就倒吞 耶稣要争战的时候 甚至日月都可以停顿 神出大能大力 然后将这个流乃与物 广阔之地 刺给以色列 神说 我那部分 我做足了 否则你们今天 怎会在这片土地之上 你们怎会有圣殿在你们当中 耶路撒冷 怎会被称为 平安大君王之城 神说 我这边做足了 那以色列那边呢 那以色列那边呢 先知在这里忍不住 要回答一下 他说 我就回答说 要说阿门 先知站在这个位置一看就是 是啊 阿门意思就是 就是事的 真实的 是吧 所以 神说完这番说话的时候 先知都忍不住 在这里回答 是啊 神你说得没错 你那边 你答应要给的 你答应要做的 你全部都做完了 不单止做完 是超100% 你都去完成 站在另外一方 以色列这一方 照计 应该是无话可说 不单止是无话可说 更加应该是感激感恩的 但是呢 跟着下来是什么呢 第六节 要对我说 你要在犹大城一和耶路撒冷街市上宣告这一切的话 你们当听从遵守这约的话 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 直到今天都市从早起来 次次告诫你们 你们当听从我的话 他们却不听从 不质疑而听 竟随从自己还紧的恶心去行 所以我使这约中一切的就座 就座的话 我说临到他们身上 这约是我吩咐他们行的 他们却不去行 神将他那一边 完全展示出来 神告诉以色列人听 我跟你之间的约 我已经百分百里行 我全部能交祝福给你 而且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是最好的 那你是不是应该按照合约来回应呢 真的像做生意那样 喂 我货交给你了 那些货验过了 所有的东西 品质 各样东西 全部都达到合约所要求的 我做足我的部分 麻烦 你现在是不是应该按照你的部分 来去找数呢 你现在拒绝付款 那怎样 那就是只有打官司这条路 那打官司又怎样 按照合约精神里面的条款 来做 所以神说 问题就是在这里 我那边我全都做了 但是以色列人那边是怎样的呢 以色列人那边就是他们毁约 他们背约 所以神吩咐 你看神的怜悯 其实神可以什么都不用说了 是不是 直接上法庭 既然是这样 但是不是啊 神就找个中间人 这个先知 你不要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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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走到以色列的面前 还在说情 就告诉他 喂 你看看对方已经按照条文 交足货 好心你付钱 好心你完成这个合约 回到合约精神里面去处理 那就搞定了 大家继续有好关系 一路长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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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 这样下去 那就全合了 是不是 他就要找这个中间人 这个小小爷 你不要夹着公事包 就走去 走去跟以色列人说 提醒以色列人 你们要听从这个约的说话 因为这个约不是无故而来的 这个约是你们的列祖 从埃及地出来的那一天 直到今天 这个约是那时候就已经定立了 而且呢 还有就是 喂 原来神每一日早上起床就提醒他们 记得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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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日都要提醒 其实 以色列人 他们守安息日 每一次守安息日 有一个关系 今天我们有没有用同样的这样的精神来回到教会呢 回到教会不是为了打卡 即是说 我是基督徒 我来了 完成了一件事 踢一踢 好像那个shopping list 做了这件事 踢一踢 那就搞定了 不是 但是 当我们来到教会 当以色列人去献祭的时候 其实是提醒他们 跟神 要进入一份的关系的里面 神跟我们是有关系的 神是我们的神 这个的提醒 这个关系很重要 所以神说 我不断地提醒他们 不断地提醒他们 从开始的时候 就告诫他们 要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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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呢 却是不听 不听 不质以而听 听也有两款 原来 有听和质以而听的分别 什么叫听和质以而听 质以而听 就是 英文真的用了incline 这个词 就是倾斜地来听 你是很留心的听 听和留心听 是完全两回事 那今天 我们听到的时候 究竟是听 还是质以而听 质以而听 它隐含一个 就是你的身体的姿势 都要改变 这样过来 就是你的行为 是有改变的 你可以听 听完就放在脑里面 成为一个 成为一个资料库 但是这个资料库 跟你的人生没关系 质以而听 就是听到心里面 听到你的行为里面 你的行为 你的动作 会因为听而改变 你的身体会 就近 就是会倾向你所听的东西 这个就叫质以而听 这样才是真真正正的听 否则的话 你听了之后 你只是把它当成一个 数据库 这样放在那边的话 于你 一些用处都没有 这个也不是一个 关系的听 所以 以色列人的问题就是 他们不听 更加没有质以而听 他们只是 随从自己 还感的恶心去行 他只是跟着自己 心里面的 那个 那个欲望 那个欲念 来去行 所以其实他们的人生 不是神的道来去主导 也不是神人之间 是约来去主导 他们的人生 是私欲 邪情 欲望 来去主导 来去带动 这个就是 以色列人的问题 神再次提醒他们 所以 我使这约中一切就座的话 临到他们身上 这约是我吩咐他们行的 他们却不去行 这句说话提醒他们 我使这约中一切的就座的话 临到他们身上 我们很多时候 信一下信一下 跟以色列人一样 我们只是选择 我们喜欢听的部分来听 选择我们喜欢看的部分 来去看 一提到约 我们就会想起 哇 神那个 祝福 慈爱 怜悯 供应 保守 是吧 我们就想这一大堆的东西 然后我们就好像拿着一份清单 跟神说 神啊 你欠了我这个 你欠了我那个 祝福里面 我要这个 这个 因为这几样 还没有 又或者有的程度 不是我想的 这样 跟我的预计 有些落差 我们就去追讨神 但是神告诉他们 你回想这个约是怎样的 这个约 还有一个部分 人很容易遗忘的 就是原来在这个约里面 有奏座 我们很容易 我们的信仰 走下走下 偏差 我们只记得有祝福 我们不记得有奏座 约里面有奏座的吗 圣经哪里讲的 十家里面 哪里讲的 哪里有讲过神要救助人的 现在 回到神 带领摩西 以色列人 将要进入 这个流览与密之地之前 很久的时间 摩西吩咐了做了一件事 一群人在基里森山上 一群人在以巴鲁山上 以色列人站在两座山峰的中间 听着一边宣读祝福的说话 你若留心 遵行要话一切的话 以下的福必追随着你 一大堆的祝福 但是另外一个山峰上面 你若违背 神和我们之间所纳的药 去追随偶像 野神发露 以下的咒座必定追上来 一大堆的咒座 谁告诉你这个药里面 只有祝福 没有咒座 祝福和咒座 就在基里森山 以巴鲁山上面 沉迷在以色列的面前 以色列人所有人 听完这些祝福和咒座的时候 他们要自己口中宣告 阿门 我们同神立这个药 所以这个药里面 是包含着这个条款 在里面 当然可能我们说 喂 现在是新药 新药 是不是 神的大爱显明 耶稣为我们 钉在十字架上 使去我们一切的罪 这个是恩典的时代 这个是恩典的年代 那些旧药的东西 不关我们的事 过去吧 真的这样吗 主耶稣是怎么说的呢 莫想我来 是要废掉律法 天地也要废去 神的话语 一点一画 都不能废去 都要成就 耶稣没有废弃 救药里面一切 祂是成全救药 耶稣用祂的恩典 洗去我们的罪 那是否代表我们 就可以在恩典里面 不断的犯罪呢 保罗说得很清楚 绝对是no 所以在这个约 在这个关系里面 有祝福的部分 有咒座的部分 咒座的部分 就是警戒我们 不要走违反神 心意的事情 要真是以神为神 更新我们的生命 改变我们人生的走向 来跟随神 否则的话 咒座就会临到 因为这个就是 人的毁约 所以以色列人 你去看清楚 你那份合约 麻烦 你今天 自己做得不好 你还想去指控神 麻烦你回去 你的笼底里面 你在你的桂桶底里面 找回合约 重新再看一次 你就会明白 你有多么偏差 有多么离谱 所以第九节 而我说 对我说 他在犹大和耶路撒冷居民里面 有同谋背叛的事 他们转去考发他们的先祖 不听神的话 犯罪作业 又随从别臣 侍奉他们 以色列家和犹大家 背了我和祂祖宗所纳的药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他们没有守着这份药 而他们不守着药 最大的行为是什么 就是增添偶像 本来和神约定的 我们要做神的子民 神你做我们的神 除我以外 不可有别臣 除我以外 不可有别臣 但是 现在以色列人增添无数的偶像 所以他们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他们的这个 本来独一真神的信仰里面 参集了偶像进入当中 今天我们的信仰 又有没有参集呢 我们今天可能参集的 不是一个实体的偶像 但是今天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有没有参集了一些 世界的价值观进入来呢 我们有没有不知不觉 将人本主义 带入了他们的信仰里面呢 我们有没有不知不觉 将这个消费主义 带入了他们的教会生活里面呢 我们有没有不知不觉 我们所追随的 不是主耶稣真理的教导 而是我们里面的明与你的追求呢 我们会不会不知不觉 我们会不会不知不觉 我们来教会 来亲近神 其实最想要的是发达 而不是神本身呢 发达不是不好 发达也是神所赐的 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调转了呢 如果我们将其他的东西 摆到比神更高的话 这个就是以别神取代而和话 他的仇苦必然争多 这个药有祝福的部分 但是也有境界的部分 偏差了的神学教导 让我们不看这个境界的部分 一味的追求祝福 一味的 甚至我们所得到的祝福 没有我们预期这么大的时候 反而我们掉转来怪责神 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当时的信仰 十一字 所以耶稣说 如此说 我必使灾祸临到他们 是他们不能逃脱的 他们必向我哀求 我却不停 所以这个是因为你们背弱 所以这些灾难临到你们 其实是无话好说的 但是以色列人怎样呢 当这个灾难临到的时候 他们又想起神 临急就去抱神脚了 他们又想起神 就去哀求神等等 神说我不会听的 既然你们将偶像参集了进来 你叫偶像救你 但这些偶像救不救他们呢 在他们遭难的时候 其实 这些偶像根本就无法拯救他们 以色列人的问题是什么呢 神就提出了 你看看你们所设立的偶像 和你们的城的数目相等 你们设立的这些乡谈 和耶路撒冷的街道的数目相等 大大的野神发露 你不是参集一丁那么多 现在你参集到彌撒大谱 聖殿只有一个 但是偶像的祭坛 开到好像七十一那么多 你看看这个比例 你还好意思责怪神吗 那这个对我们今天又是怎样呢 我们的参集会是什么呢 一个星期里面有七日 一日留给神 六日呢 都跟着世界走的话 那这个比例 那这个比例会不会 跟现在神问 那这个比例会不会参集的 反而更大得多 因为到处都是 通处都是 刚才我们和郭婚讲 哇很离谱 就是这个偶像的数目 和这个城的数目相等 这个偶像祭坛的数目 和街道的数目相等 这个哇 以色列人真是很离谱 但其实我们看我们中国人 更加离谱 是不是 我们偶像的数目 怎样 早就已经超越我们街道的数目 一座大厦里面 都不知道有多少 是不是 很多家门口都有个土地 等等 家里面有个小神坛 所以你想想 我们是多么离谱 神话 我所亲爱的 甚至 行许多淫乱 性欲也离了你 你是我殿中做什么 你作恶就喜乐 这些的以色列人 还想着 我们有献祭的 所以没问题 但神说 性欲已经离开了你们 即是你们所欲的 已经不是分别为圣 你激怒了神 然后你随便拿些东西来 就想打发神 有没有那么简单 我们都试过得罪我们的配偶 是吧 你想想 得罪了你太太 你随便在街边买串鱼蛋 就想收复关系 即是你没有处理 那个问题的根源 你拿串鱼蛋回家 你觉得就可以平息了吗 这个就是神所提出的问题 从前神为他们建了一个名字 叫青橄榄 在神的眼中 又美丽又华美又结好果子 但现在 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呢 神要在这棵青橄榄树上面 点火在其上 枝子也被截断 火一烧 这棵的树 还会华美吗 枝子一截断 这棵树 什么形态都没有了 你今天变成这样的 丑陋局面 是谁的责任呢 你还不醒吗 以色列人 本来栽培你的 是万军的耶和华 但是反过来 万军的耶和华攻击你 为什么会这样攻击你 是因为你 惹他发怒 向巴力烧香 今天你所得到的这个结果 是自作自受 不要再把责任退避神 是你自己参责 是你自己扭曲 是你自己不跟神 不听神 自作自受 尤大人 这个就是你们 目前的光景 而你不要把这幅图画 显示在以色列人眼前 当然 是期待他们看到问题 然后回转 但是以色列人的反应是怎样呢 我们看下一段 很悲哀的 18节到最后 耶和华 指示我 我就知道 你将他们所行的 给我指名 我却将由上的羔羊 被牵渡在杀之地 我并不知道他们设计 谋害我说 我们把树连果子都灭了 把他从活人之地剪除 使他的名不再被纪念 按公义判断 策验人肺腑心肠的万君之耶和华 我却要见你在他们身上报仇 因我将我的案件向你品明了 所以耶和华 论到沉索里面的阿拿特人 如此说 他们说 你不要奉耶和华的名说 遇言免得你死在我们手中 所以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 看下我必刑罚他们 他们的少年必毒被刀剑杀死 他们的儿女必因饥饿滅亡 并且没有剩余的人留给他们 因为在追讨之年 我必使灾祸临到阿拿特人 先知指出以色列人的问题 是背约 忘记了约里面 早就说得清清楚楚 如果他们离弃神 这一切的就座必然临到 甚至连这个圣殿 告成的日子 所罗门都宣告 如果他们将来离弃神 拜其他偶像 这一座的圣殿 也都要被毁 但是这些说话 以色列人统统拋到老后 统统都忘记 反而反过来指责神 为什么不施恩 耶和华指出他们的不是 他们就这样来回应 18节 耶和华指示我 我就知道 你将他们所行的 替我指明 我却像 由信的羔羊 被牵到宰杀之地 我并不知道他们设计谋 谋害我 他们听完 以色列人听完耶利米所说的话 不是去悔改 他们想的是什么呢 这个耶利米 我要将他灭声 这个耶利米 说话 硬心硬肺 杀了他 让他的声音从此在地上消失 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的反应 但是 先知完全不知道 神自己向耶利米启示 所以这个就是耶和华指示我 我就知道 神指示给耶利米 你看看 其实他们想害你 耶利米说 我完全懵然不知 我就好像 那个犹信的羔羊 被牵到宰杀之地 原来我 我已经落在一个 这么大的危险 我是不知道的 神啊 如果你不出声 你不提醒 你不警告我的话 我就真的好像那只羊 被牵到宰杀之地 任由他们宰杀 这个是以色列人的反应 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 他们说 我们将这个树莲果子都灭了 将他们从活人之地剪除 让他的名字不再被纪念 他们要斩草除根地 将耶利米完全的剿灭 所以呢 耶利米将他的情况 带到神的面前 我已经向你品明了 神啊 你是察验人 肺腑心肠的 主啊 你为我报仇 先知将他的问题 摆到神的面前 也一字很特别 所以耶和阿论 论到沉索里明的 阿拿大人如此说 这番说话 是耶利米自己记载的 但他好像跳到 另外一个角度里面 当自己是另外一个先知 代替神 向耶利米来说话 神说什么呢 因为这些人 这些是阿拿大人 刚才Jeff也有说 阿拿大人 其实就是 耶利米本家的人 是他同乡来的 是他同宗 是他同族 可能是他的宿伯 这些人都不顶 总之就是 耶利米自己就是阿拿大人 这些阿拿大人 竟然反过来 要伤害 想随灭这个耶利米 所以神就说 因为他们就跟耶利米说 不要再奉要话的名书意言 免得你死在我们手中 如果你服侍神 服侍到一个地步 你自己的家人跟你说 你不要再去服侍神 免得你死在我们手中 你的隔壁轮舍 你自己的亲戚朋友 这样跟你说 所以你明白 尼米的心情是怎样 神就向这些人 发出一个审判 他说 看啊 我必刑罚他们 他们的少年人 必被刀剑杀死 他们的儿女 必因饥饿而灭亡 并且没有圣余的人 留给他们 所以神说 既然你们这样 连我的先知都想杀 你们毁弱不得止 我猜遣先知 带着眼泪来劝你们 你们不单只劝不听 还想连先知都杀了 所以你看看 你们被审判 你们蒙咒了 是不是理所当然 其实全部都是你自己自焦的 追讨之年 何必是灾祸 临到阿拿达家 这个追讨之年 巴比伦来的时候 这个巴比伦围成的时候 这一切的灾难 必然临到 神其实不断的苦口婆心 劝以色列人要回改 甚至猜猜先知 一而再 再而三个提醒 但是以色列人 心硬 颈硬 叛逆 毁弱 以至到这个光景 无法可以挽救 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的心 究竟是硬还是软 今天我们有没有听 有没有质以而听 还是今天 我们都好像以色列人一样 反而那些提醒 我们回转的声音 我们很想压杀它 将它灭声 求主帮助我们 给我们有一个柔软 能够听的心 Amen 在这一段路 请自我更多的勇气 给我更多的信心 要不勇敢 开始跟随你的肩膀 跟随你 在身上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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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在乎 我只要更多欣赏你 只要更多舒服你 发现属于你的天 我都无人不渝 就算经过黑暗谷 就算遇到微风 在你手中 就变成成祝福 你的脚步 带着我的脚步 一步一步都有祝福 每个脚步 我也轻轻跟随 就在梦幅的大路 这次我更多的勇气 也有更多的信心 你的脚步 跟随你 随身为山羊 追你就观念你 去去测试 我都不在乎 我只要更多欣赏你 只要更多舒服你 发现属于你的 我都模样不语 就算经过黑暗谷 就算遇到满谷 在你手中 我都模样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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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更多说服你 他是属于你和我都默然不语 他能见到谁也哭 找生于他的风雨 在你手上我会坚信祝福 承知我更多的勇气 给我更多的信息 让我愿意的手 跟随你的招步 跟随自从沉迷上跟你 就在观念你 去去折扇我也不在乎 承知我更多心跳迷 只要更多说服你 让随时属于你的拨动 默然不语 就算经过黑暗谷 就算雨那么风雨 在你手中都能变成祝福 就算经过黑暗谷 就算雨那么风雨 在你手中都能变成祝福 你手中都能变成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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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爱在我心 你必与我同行 牵手中都能变成祝福 你手中都能变成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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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爱在我心 你比与我同行 沉默的生就下去 主啊我要跟随你 向我一生献给你 回忆你的呼叫来爱你 坚持一生不骗你 主啊我要跟随你 向我一生献给你 求你用我做你的器皿 向你的爱分相处置 主啊我要跟随你 向我一生献给你 回忆你的呼叫来爱你 坚持一生不骗你 主啊我要跟随你 向我一生献给你 求你用我做你的器皿 将你的爱分相处置 祝我们多谢赞美你 祝我们感谢赞美你 祝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来开声 我们来开声 为了神这份救恩 为了神将这个独身义子赐给我们 拯救我们当时仍然是患了罪人 祂就是这样来拯救我们 帮助我们 亦都在我们的生命里 祂都给了很多的应许 在我们当中 为了我们的生命 为了我们得着这份的恩典 我们献上感谢 我们一起开声 开声为了自己的生命 为了我们从神里面 得着这份的恩典 得着这份的祝福 得着这些的应许 我们开声来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主要你多谢赞美你 主要因为今天头个夜里迷书 主要你再一次 让我们更加认识你自己 主要你是那个 守弱师赐爱的神 主要你是那个 愿意和我们建立关系的神 主要你也是那个 愿意先将应许 将药立在我们中间的神 神啊我们为主 你那份的美好 你那份的良善 那份的慈爱 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再求你今天再一次来提醒我们 因为你是那个先在我们面前立约的神 在我们未认识你而先 甚至在我们都未来到这个世上而先 但主要你就先将你的爱 向我们显明 爸爸愿你今天就让我们的心里面 更加来看重我们和你之间那份的弱 将你来帮助我们 更加看重我们和你之间的关系 爸爸愿你亲自的来帮助我们 更加明白你 将你将祝福的道路先沉明在我们面前 是很想我们踏上去 愿你就将一份警醒的心 一份愿意听的心 愿意遵守的心 愿意守约的那份的能力 你都放在我们的里面 好让我们的生命 能够走在祝福的里面 让我们不跌入这个咒座的当中 愿你的圣灵你引导我们 帮助我们 继续来带领我们 主要我们说 你是最美好的神 将你是我们生命的里面 最宝贵的神 祝我们多谢赞美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兄姊妹可以先请坐 是啊 今天 在圣经的里面 第三第四节里面讲到 他说当你们要听从我的话 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行 神说你就可以作我的子物 我也都要作你们的神 但是同样 神也都说 不听从这药之人的话 必受咒座 原来在药的里面 我们看到有祝福 亦都有咒座 但是当带来咒座的原因 是什么呢 就是不听从 原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都很容易 又或者我们有很多的部分 我们都不能够去听从 特别是从神而来的一些提醒 又从神而来的一些话语 好吗 当我们在这个时间 我们在港台上说 有自由 有节制 我们常常都会检视自己 我们有什么不节制的呢 我们有什么没有做得好的呢 身边的人都可能会提醒我们 但当我们知道 神都提醒你了 叫你打小点机 叫你可能花多点时间 在你的家人身上 我们会不会真的 听不到 或者听到 没有去做 这个都不是真正的听从 好吗 这一刻我们都来到 去进入安静的里面 让我们真的 真是思想 甚至乎我们真是起来的 听神 对我们的一些提醒 告诉我们 究竟我们有什么地方 我们是需要有节制 又或者我们有什么地方 我们需要 在神的里面 我们要去跟从 好吗 我们都来到开声 或者我们自己 都为了我们自己的内心 我们来到祷告 求神来到去光照我们 帮助我们 我们今天 我们要在当中 我们不是单单只是听到 我们要走出去 又或者 会不会好像 今天 好像今天分享当中 以色列人 他们知道 有人去提醒他们 警戒他们的时候 他们不听 甚至乎里面 起来 他们觉得 我要灭声 将这个提醒我的人灭声 会不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当我们身边的人 可能是我们的配偶 可能是我们的小组长 甚至乎 可能是我们职场里面的 我们的老板 提醒我们一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都不想听 我们都觉得 你说的东西 我不想听 我要将你灭声 我不想听 会不会我们都有这些心呢 好吗 我们都来到 为了我们自己 为了我们的生命 有些什么 我们真的 很不听 我们真的 很不想听 我们来到 为自己去祷告 我们开声 为我们的生命 有些什么 我们觉得 很难听进去的 我们很难听进去的 听到 我们等于听不到的 我们就为我们自己 来到 开声祷告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神你来赦免我们,我们很多时候不能听到你的吩咐, 不能听到你的忠告,当我们进入有自由有节制,我们实际上去检视自己,我们有什么不节制的呢? 但是我们好像说完之后,我们就没有了一个动力去做,我们说完之后就好像完成了,就这样, 但是今天你提醒我们,听众,我们要去听众,这个听众是有一个行动,不是单单只是听, 寄入在我们的脑子里面,留在资料库里面就已经是算数,而是我们真的听完之后,我们就要去行动。 神啊,你可能提醒我们,就是要多一点的读经,你提醒我们,就是要将我们的时间分辨好,先神后人再大地。 但是我们是否真的有做到呢? 当我们常常在这儿检视,检视,检视的时候,我们是否真的进入一个行动的里面呢? 主要是你帮助我们,我们的信仰,我们对你那份的爱,我们不要停留在表面,我们是要真心地去回应,真心地去跟从你,真心地去听从你每一个的吩咐。 甚至乎当我们身边的人都去提醒我们,你不要再花那么多时间看你的手机了,不要再停留在这些世界里面。 我们对这些人的提醒,我们都不想听,我们都觉得这些人对我们来说,很烦艳,说来说去都是这些。 但是我们,原来我们真的是忽视的,这些都是你的吩咐,你的提醒。 神啊,你就是要透过这些人来说给我们知道,我们真的要改过,我们真的要踏上这条悔改的路里面。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真的有一个真心悔改的心。 我们不是只要用口来说,我知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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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些什么不好。 但是我从来都不去改,甚至乎我没有这个动力要去改。 主要求你帮助我,帮助我可以进入真正悔改的里面。 我不要再像色日以色列人那样,这么患叛逆。 我不要再像他们那样,不断有人在这里提醒的时候,我是想灭他们的声音。 我乃是要在里面,我真的要回转,归向你。 来到你的面前,承认我自己的不对,承认自己有什么不足。 主要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都能够有这个能听的耳朵, 有这个行动,回应,这个悔改的心。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主要求我们多谢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的好神。 你要让我们再一次地在你的提醒里面,我们就要回转,归向你。 主,我们多谢赞美你。 主,我求你将一个柔软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 主,你拿走我们一切的硬着颈寒,一切的硬深。 奉耶稣基督的永都要从我们的生命里面完全到去。 主,将一个能听的耳朵放在我们的里面。 将一个柔软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 主,我们不是再用我们自己的智慧来分辨。 是的,这句对听,我们就做。 这句不对听,我们就不做。 主,你就让一个谦卑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 帮助我们,对准你自己。 主,当神你要我们改变。 当小祖长来提醒我们。 当我们的配偶来提醒我们的时候。 主,你就让我们有一个能够听的耳朵。 一个能够行动的双手。 爸爸,你就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 让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愿意改变的生命。 是一个愿意回应,愿意听的生命。 主,愿意你就来帮助我们。 再让我们的生命更加障礼。 更加障礼你自己。 爸爸,你帮助我们。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命。 Amen。 今天在耶利米书十八章十一节那里说。 我们的神是一个忌者的神。 当我们拜偶像。 或者我们的心远离神。 用其他的东西来取代神的时候。 神的心很痛,很伤,也很生怒。 是一个很老。 这种好神,为什么不拜? 这种好神,为什么你不以我为优先呢? 好吗? 我们今天, 最后我们都来为我们周遭的家人祷告。 好吗? 可能我们仍然有一些 很近亲是未信主 或者一些我们有 好有要好的朋友 未信主 你知道他仍然在拜偶像 这一刻我们都来提名 围着我们周遭这些未信主 他们仍然在罪的里面 甚至在很多的就座的里面 你见到其实你心里面 都很替他们 很焦急 很想他们快点得着耶稣 很想他们得着这份盼望 好吗 这一刻我们就为他来祈祷 也都围着我们这个地土来祷告 好吗 其实香港现在大部分人 都未信耶稣 很多人仍然未有 未有这份得够的确据 没有这个的盼望 好吗 我们就来到去围着我们身边 围着我们所住的地方 我们来到去开声祷告 求神将一份更大的怜悯 更大的慈爱 要施行在当中 求神你挽回他们的心 求神你让他们经历 有个话神 是那个慈爱 施药的神 祂是那个愿意来到 祂亲近我们的神 祂是愿意让我们 经历祂能力的神 在祂里面就得着祝福 在祂里面就得着保护 开声来到祂祷告 祂是愿意让我们 祂是愿意让我们 的心房在我们的里面 是的 祂我们真的不愿意 见到一人沉沦 祂我们愿意万人都得救 爸爸 我就求祢亲自的来帮助我们 祂愿意透过我们的生命 祂愿意透过教会 祂愿意见证你 要你荣耀你 祂我们真的知道这个世代邪恶 祂我们很多人的心都归向世界 没有归向你 爸爸 我就愿意这一刻 在这个地土上面让你显为大 祂愿意的荣耀在当中 来到去彰显 爸爸愿意的能力在当中来彰显 祂愿意更多未信的人 未认识你的人都要知道 唯有耶和话祂是创天造地的神 唯有耶和话祂是那个守约师 慈爱的神 祂愿意更多在我们当中 显明你自己 祂愿意更多在我们当中 祂愿意更多在我们当中 祂愿意让你的笑脸 你都去向我们 祂愿意帮助我们 祂愿意使用我们这里每一个 祂愿意让更多的人 你都去认识你自己 祂愿意赞美你 祂愿意再一次的同心的认定 唯有耶和话祂是我们的神 祂愿意就居在我们生命里的寶座之上 愿意成为我们一家之主 祂愿意来跟从祂 我们愿意真的回应祂的慈爱 回应祂的药 祂愿意赞美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得个名以求 Amen 耶利米书十一章 第六节 第八节 要话对我说 你要在犹大城一中和耶路撒冷街市上 宣告者一切的话说 你们当听从遵行这约的话 他们却不听从 不质以而听 竟随从自己还紧的恶心去行 所以我使这约中一切就座的话 临到他们身上 这约是我吩咐他们行的 他们却不去行 主耶稣我们来到祢的面前 代表所有的香港人 代表所有的香港的教会 来去悔改 主耶稣我们并且 要向灵界来去宣告 我们愿意守这个约 我们愿意听从祢的话 而且是质以而听 改变行动 改变行为 改变生命来听 听祢的话 听祢的约 留心 遵行 祢约里面 吩咐我们一起 主耶 当祢的教会 当祢的百姓 愿意听 愿意守约的时候 求祢 不要使这一切的就座 临到这一片的大地 临到我们的城市当中 因为祢的百姓 愿意悔改 愿意听 主啊 求祢在天上 垂听 垂听 而怜悯 主我们 多谢祢 求祢帮助我们 兼顾我们 让我们 有这样 倾心 倾以 倾斜 而听的能力 主我们 多谢祢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感谢主 我们今朝神讨就到这里 愿主祝福大家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